接下来要跟各位介绍转异的过程 那介绍转异的过程 转异是由核糖体来执行 所以先介绍核糖体的功能区位 它有好多个位置有不同的功能 这些不同功能的位置 就叫不同的功能区位 有分为三个 叫做A位 P位跟E位 其中A位就是 全名叫做Amino OCO TRNA 它是让带着Amino的TRNA连着位置 这个Biting就是连接的意思 所以A位就是让 带着氨基酸的TRNA做的位置 因为A是Amino Amino OCO就是氨基酸 那P位呢 是给带着Peptide的TRNA做的 所以它的原文叫 Peptide TRNA BitingSide 让带着多态量的TRNA做的 所以这些位置都是让TRNA做的位置 只是TRNA带的是氨基酸 还是多态 就做不同位置 那反而是E位比较简单 E位是Exceed 就是出口 那我把它叫做滚蛋位 一旦TRNA做到E位 就是滚 出去离开 就离开吧 就准备准备离开了核糖体 好 那我们来看所谓的功能区位 长什么样子 这是我们的核糖体 大吃单位 及小吃单位 他们只要遇到了MRA 就会夹起来 形成转易起始复合体 好 那这个构造呢 是我画的一个示意图 它是TRNA 而TRNA上面有好几个核甘酸 它是很大很大的RNA 那其中有三个核甘酸 形成这三个码 这个码叫什么呢 叫反密码子 诶 怎么叫做密码子的相反 叫反密码子呢 因为它专门跟密码子配对 好 我们来看例子 假设这个 这个RNA这边的密码子是 AUG 那这个TRNA呢 它带着反密码子 刚好是UAC 不就可以对应吗 一对应就连连连 它就带来了一号氨基酸 这个一号氨基酸 就是甲硫氨酸 因为AUG对应甲硫氨酸 好 二号呢 它可能是 比如说 UCC 那就对应AGG 好 所以你会发现 有A位跟P位 好 但是为什么 这一个人明明是带氨基酸 他却坐在P位呢 因为他是第一格道德 第一格道德顾客有特权 你可以坐在中间的位置 但之后你会发现 中间这个位置 只会让带着多态的TRNA坐 这个只带着氨基酸 带着氨基酸的请坐A位 所以只有一开始会例外 后面就会P位 是给带着多态链的氨基酸 带着多态链的TRNA 那A位是带着氨基酸的TRNA坐的位置 好 这是个前沿 我们接下来就要开始说明转译的过程了 文字先带过去 我们在转译过程当中就是 透过TRNA的反密码子 跟NRNA上的密码子 做互补 把适当的氨基酸带过来 然后形成钛线 形成多态链 使人的多态链越来越长 其中AUG代表起始密码子 也对于解硫氨酸 UAA、UAG、UGA代表中止密码子 代表结束 然后会形成转译起始复合体 其中TRNA会把氨基酸带来到对的位置 其中在形成太近的时候 是由ATP提供能量 这个打问号 是等一下会说明 现在先不要说 能量来自于GTP 好 那我们现在来操作演练一下 首先 我的成熟的NRNA 什么叫成熟呢 五端加头 三端加尾 也瘦身成功了 所以它是个成熟的NRNA 才能离开细胞核道细胞值 这边是细胞值 一旦你到细胞值 我们的大小次单位 看到有NRNA 就把它夹住 这个结构 就叫做转易起始复合体 准备要转易了 好 当你从五端接上去之后 五端指标方向 五端接上去之后 这个我们的核档体 就开始读NRNA上的编码 好 开始读了哦 GAU不认识 AUC不认识 UCG不认识 CGA不认识 GAU不认识 AUG我认识 一认识 把它放在中间的P位 好 这时候等我们的TNA 这个TNA的反密码子是UAC 刚好配AUG 配对 这时候1号氨酸就坐在P位了 因为你是第一个 有特权坐在中间 好 这个1号氨酸再转到一次 就是甲硫氨酸 因为它的密码子是AUG 好 第二个码呢 是UCC 所以这个带着 AGG的反密码子的TNA 就可以坐上来 好 当你坐下来之后 两个氨基酸不是靠很近吗 就形成钛建 好 各位 这个2号氨基酸 我们刚刚其实偷跑了 它的密码子是UCC 它就是湿氨酸 我刚刚不是查 我喜欢喝咖啡 UCC 对 湿氨酸 所以这是甲硫氨酸 这是湿氨酸 好 因为它形成钛建 这边就会断掉 咔嚓 为什么 在执掌上有个潜规则 当新人来了 工作就要给它 新人来了 工作就要给它 给了它 老鸟没工作 就整个偏移 老鸟到E位 带着双态的TNA 坐在P位 对呀 双态也是Peptide 坐在P位 而A位控出来 好 接下来就是这个E位的特别离开 因为E位就是exit 滚蛋 好 A位控出来 A位的密码子 下面对的是GCU 好 这个是CGA 刚好可以对应 一对应呢 登 又行的钛建 行程钛建之后 记得工作交给新人 老鸟就放手 然后就移动 好 看到没有 这都变三钛了 三钛的TNA 住在P位 A位又框出来 E位准备滚蛋 好 接下来这是AUG 把密码子是UAC 接上来 好 又行的钛建 好 这边先停一下 为什么这边还是1号 为什么不是4号 为什么跟前面这个1号一样啊 因为你的密码子是一样的呀 AUG对应的都是甲硫胺酸 所以1号就是甲硫胺酸 2号就是死胺酸 好 一旦行程钛建 一样工作交给新人 往前走 这时候变事态咯 好 A位又框出来 好 这时候你的密码子是UCC 我又对应AGG 好 为什么是2号不是5号 不是4号 因为UCC就是死胺酸 就是2号 一样的 一样的密码子 当然一定对于一样的氨基酸 好 一样型的钛建 叫给他 我就做快一点 然后就这样一路做一路做 有发现吗 我们的多胎链不断的延长 好 其中呢 这边是N端 这边是C端 N端是头 C端是尾巴 C端的不断往下延伸 DNA和RNA聚合时 五端不动 三端不断延伸 头不动 尾巴不断延长 多胎链也是 头不动 尾巴不断延长 还有五端往三端读 所以为什么头尾很重要 聚合时尾巴延长 转意识 我们在读NRNA的时候 也是五端往三端读 它的密码子 都是头往尾 好 但是这时候我的A位 对的是这个密码子 叫UAA 或是UGA 或是UAG 它代表中子 这时候上来的不是TRNA 它不对应氨基酸 上来的是一种蛋白质 叫四方因子 它就是Releasing Factor 它让大家释放Releasing 就是大四端位果纹 小四端位果纹 多胎链果纹 TRNA果纹 大家都厉害 就反应中子 那这个大小四端位 当然可以回去 重新再做一次转移 可以重复使用的 但是我们这个多胎链 就做完了 好 N端一路往C端延伸 就要做出我们的多胎 好 以上这是我们透过 成熟的NRNA 与大小四端位 形成转移其次复合体 透过TRNA吸带胺基酸 然后配合组装 形成钛线 最后形成多胎的历程 那包含其中的 A位 P位 E位 各自的功能角色 在这边也展现出来了 优优独播剧场——Yo B位 B位 像锦帅